车动 帮我洗火一下 专情队紧急冲上前 将白车团团包围 鹤令车里的人赶快下车 结果一看到司机 就发现非常面熟 大哥 怎么又是你 原来驾驶是专门载运 非法外籍黑工的司机 之前就被抓过了一次 今天才第一天上班 又二度被抓 车上其他人一看苗头不对 纷纷冲下车疯狂乱窜 一群人冲进攻地里四处乱跑 专情队在后面紧追不放 用跑得太慢了 专情队干脆直接跳上机车 家族有门追人 事件发生在桃源炉竹 专情队精准掌握失联外籍 黑工聚集地 在工地发现客一车辆 先上前盘查 将对方诱导到安全地带 最后再用机车尾部 一举查获五十一名 非法外来人士 另查获非法雇主 集中介共九名 全部依法带回调查 并向上追溯 非法雇主及中介的行政及刑事责任 移民署强调 非法聘估行为可依就业服务法 最高储刑台币七十五万元罚还 五年内再犯更涉及刑事责任 请民众千万不要投机取 翘一面赤上官司 记者刘志长王云廷 桃源采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